大家来德国都会买些什么东西回去送人呢? 德国的超市里面有哪些德国人都在用的高性价比好物呢? 作为一个在德国生活了18年的博主 今天就让我为大家来介绍一些德国超市开价好物 在视频的最后呢 我还会给大家推荐一些我自己会无限回购的高性价比开价彩妆 完全不输给大牌哦 所以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向大家保证绝对不是广告 都是我本人多年使用过的良心推荐 大家可以放心的观看 那我们就开始 一个呢叫NAVERA 他们用的所有的原材料呢都是没有打过农药的 非常纯天然的一个品牌 我觉得这个牌子呢 大家可以买来送给家里的长辈或者皮肤敏感的一些朋友 还有一个品牌呢叫Veneta Veneta这个品牌呢也是德国人从小用到大的品牌 那这个牌子呢我会推荐大家买他的一些身体乳啊 按摩精油啊 甚至孕妇都可以使用的纯天然的护肤系列 还有德国非常多的小朋友婴儿都在用他家的婴幼儿护肤系列 如果家里有孕妇啊还有宝宝啊可以买这个牌子 这就是德国非常有名的两个纯天然的品牌 是德国人自己都在用的 包括德国的妈妈都会给自己宝宝在用的纯天然的一个品牌 我那次刚跟我老公去香港然后长了一个豆腐 然后我老公就跟我推荐了这个Siba的那个去豆的凝胶 然后我用了之后还真的蛮有用的耶 我老公说他是从小就会用这个牌子的东西 所以呢我来德国之后呢 我就还去使用了他们家的那个泡沫洗面奶 那个泡沫洗面奶呢就是已经温和到 就算你洗脸的时候弄到眼睛里面都完全不会有刺痛感 还有一个是我老公从小用到老的一个品牌 是一个洗发香波叫做肖马 这个品牌呢在德国的各大超市都能看得到 因为我老公的头发是很容易出油的 这一款香波呢是我老公从小一直用到现在的一个品牌 他说他试过了很多其他的品牌都没有这一款好 Nivea和Dolf这两个品牌呢 德国人每个家庭都会有这个牌子的东西 那我自己用下来呢 沐浴露还有洗发香波 真的是物美嫁年 但是Nivea有一个东西我也非常非常的推荐 那就是他的防晒霜 不管是给大人用的给小孩用的 我都很推荐 他的性价比超高 然后防晒功能一点也不输其他的大牌 还有一款喷头发的喷雾叫Bustit 也是我非常的推荐的一款产品 因为我是油性的发质嘛 所以我头发一旦出油 我整个头顶就会塌下来 我用了这一款干发喷雾之后呢 它会迅速的把你头皮上的油脂都吸收掉 然后让你头发再度蓬松起来 而且它有那种小支的旅行装 我每次出门都会戴一个 因为有时候你不想洗头啊 你就喷一下然后头发把它抓蓬松 就感觉好像刚刚洗完头那样 所以我觉得旅行啊 或者是你想快速的出门 又不想洗头的时候 救急用非常的方便 这个牌子呢 也是在德国很多人会使用的一个品牌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超市的自营品牌都好用 我也有用过一些完全无感的 但是这两个产品呢 是我自己会无限回购的 那就是Rossman自己家品牌的护发素 还有它的身体乳 这两个产品呢 里面都含有坚果油 我自己使用下来呢 我就会觉得我的头发瞬间就顺滑了 它是算性价比还蛮高的吧 一点也不输那些 其他的品牌比它贵很多的 同系列的这个身体乳呢 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在冬天买来用 因为在德国冬天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干燥 那这款含有坚果油的身体乳呢 它是比较厚重的 特别像冬天 腿部啊 膝盖那边比较干的地方 我是推荐大家可以 在冬天的时候使用这款身体乳 或者家里有些长辈啊 或者家人皮肤比较干燥的 我也非常的推荐大家 性价比超高 M的一款也是超级便宜 但是超级好用的一款 护发油我觉得它是性价比之王 它的成分里面是含有椰子油的 我自己为什么会觉得它超级超级好呢 因为我头发受损的关系 我有一个地方的头发呀 它就是每次洗完头之后 就会缠在一起 像那个钢丝球一样知道吗 根本就没有办法抒开 但我只要把这个油弄到 非常毛躁的那团头发那里 然后你用吹风机吹 它自己就一会儿就顺了 然后就像其他头发一样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跟我一样有受损的 毛躁的发质 然后没有办法用梳子梳的 你就用这款油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推荐 这一款超级便宜的 性价比之王的护发油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那牙膏呢 大家一般就是美白跟修复 对吧 防过敏啊什么的 这款的美白牙膏呢 是我自己会无限回购的 因为你真的能看到它的美白效果 如果大家的牙齿很容易过敏啊 或者吃冷的酸的 很容易就是牙痛的话 我是跟大家推荐这款 Bio Repair 反正我自己用下来的是 本来很敏感的 然后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不敏感了 这个也是以前的一个德国同事推荐给我的 还有一个品牌呢 叫MX 这个品牌呢 是我的牙医给我推荐的 也是很多德国人都在用的一个非常好的牙膏品牌 那这个品牌呢 它也有修复的 也有美白系列的 这个也是我用了 我觉得感觉非常好的 因为毕竟这是德国的牙医都在推荐的品牌嘛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买牙膏 带回去送人 可以在这三个牌子里面选 下面的这一个防蚊虫叮咬的喷雾呢 是夏天和春天的时候 德国人家庭必备的一个东西 它就是All Time 这个品牌的喷雾呢 它有防蚊虫 防皮虫的 大家知道吗 皮虫这个东西啊 在春天夏天的时候 在所有的森林里面 草地里面都有 如果一旦被它咬了呢 没有发现 可能会造成生命危险 所以呢 这款喷雾 一定是我老公每年春夏的时候 去森林里面之前 一定会喷的 因为它除了防那些蚊虫之外 它还能预防你被这种危险的皮虫叮咬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去户外的人 或者你家的小朋友喜欢在公园里面玩耍 那我是建议你可以给家人 被一只这个防蚊虫叮咬喷雾 因为我本人是每天都会擦护脚霜的 因为脚很干嘛 然后在德国这边护脚的产品呢 有非常多的选择 那我自己用下来呢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两个品牌 如果家里啊 有家人脚很干啊 或者是有老人 特别是冬天脚会裂开啊 这里都能找到非常多 能改善你脚部干燥的一些护脚的一些产品 如果你是害怕得脚气 或者你已经得了脚气 我在这边推荐给大家一个喷雾 非常方便使用 就洗完澡之后 把脚这边所有的地方喷上一圈 你再穿鞋子 不仅你的脚消毒了 你的鞋子也消毒了 这个可以预防或者是改善 如果你有脚气啊 或者是灰指甲都可以改善 那说到灰指甲呢 我还给大家推荐一个 也是在Rossman超市就能买得到的 一个笔 所以如果大家有灰指甲 或者脚气这些困扰呢 可以去试试这些产品 德国人自己的非常有名的巧克力品牌呢 叫Rittersport 其实这个工厂呢 就离我家不远 我以前呢 在语言班的时候 还跟着我们学校去参观了 他们Rittersport那个巧克力工厂 然后在参观的过程中呢 还给我们每个人不停地吃巧克力 不停地吃巧克力 说巧克力今天管够管饱 那个下午吃完巧克力 我就很久都不想再吃巧克力了 后来我才理解 哦原来那么多巧克力摆在那儿 他们的工人也不会想要去吃 因为你每天吃 每天吃就已经吃力了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德国的这个牌子巧克力 并没有比瑞士的巧克力差 我可以推荐大家吃吃 他们家的果仁巧克力 我自己觉得还蛮好吃的 如果大家要给家里的长辈送一些保健产品 比如说各种维他命 我呢是推荐德国的双新品牌 像我老公他们每次要找一些维生素什么的 就会直接去拿这个牌子的维生素 这个品牌的茶叶呢 我在我所有的德国家人和朋友家里面 都有看到这个品牌的茶 我自己是还蛮喜欢他们家的薄荷茶 还有菊花茶的 还有一款是橙子味道的茶叶 也是我自己会一直回购的 这个橘子味的果香呢 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喝了之后唇齿流香 安神助眠的茶 有时候晚上睡觉之前我也会来一杯 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有三个品牌 一个是essence 这个是德国的大部分的年轻的女孩子 都会使用的一个价格超级超级亲民的一个品牌 我一个德国同事跟我推荐 他们家的那个睫毛膏 哇塞 那个拉长的效果 你知道我以前是在彩妆店工作过的 那睫毛膏所有大牌 我基本上也都试过了 这款睫毛膏的拉长和浓密效果是非常惊人的 我觉得他不仅不输那些大牌 我觉得他已经有赢过很多的大牌 我一定要去试一下这款睫毛膏 真的很便宜又很好用 如果你怕运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就买防水系列的 然后他家的眼线笔我也会无限回购 因为完全不会运 我买的是那种深棕色的 还有一个开价品牌呢 叫Catrice 那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他家的有一款那种蓝色睫毛膏 也是我一直到目前都在用的 就他真的会刷出来根根分明 完全不会有苍蝇腿 他家的口红唇釉 我今天用的唇釉 就是他家的色号在这里 而且他完全不会干 然后又是雾面 所以我非常的推荐 他家这个唇釉 还有Catrice的液体的眼线笔 我觉得非常的好用 我现在用的就是他 他家这个眼线笔 也完全不会运 还有他家的高光阴影 也是我会无限回购的 也是我今天用的 我觉得颜色也比较适合亚洲人 我推荐这些开价彩妆产品呢 说实话完全不输任何的大牌 不追求名牌的话 可以去试试这几款产品 以上呢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 德国超市开价好物的全部内容了 那当然每个人的肤质啊 体验感都不一样 如果你用了不喜欢呢 也是有可能的哈 我在这里不能保证 所有我推荐的东西 所有人都喜欢 只是根据我自己的体验改 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东西 如果你也住在德国 你有更多的开价好物推荐给我 欢迎你的推荐啊 如果喜欢我今天分享的内容 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